YO!欢迎大家来到综艺第三课的最后一个影片 在上一个影片我们学了如何预测立方和立方根的答案 现在我们来检查上一个影片的答案 第三课的最后一个部分呢 就是结合平方、平方根、立方和立方根的题目 所以你看这个JONTO 它有平方、立方根、立方、平方根 然后它会混合加减乘和除 我们直接来看JONTO 18的A 0.5平方加立方根1000 我直接把第二行写在下面了 我们有calculator 然后之前的影片我们也一起学了 如何用calculator来按平方、平方根、立方和立方根 所以其实这种题目真的是送分题来的 所以做的时候请小心不要犯粗心的错误 在这里0.5平方 我不需要用calculator 我可以知道是0.25 不过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用calculator按 然后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练习 你按calculator的速度啦 还有准确的练习 OK 立方根1000是10 所以0.25加10 最终单就是10.25 就是那么直接 OK B呢 negative3的立方我知道是 negative27 减8864 所以平方根64 是8 所以 negative27 再减8 negative35 以防万一 我们来用calculator直接按了 0.5 平方 加立方根1000 的确是4.25 然后 negative3 立方记得加括号 的确是negative35 对了 OK 我们现在来看c c 比较长一点 不过 一样的啦 平方根25 5525 再加 negative0.2 guassaduwa 也就是 positive0.04 然后再除 立方根0.008 也就是 0.2 2 OK 下一步要怎样做咧 别忘了 先乘除 后加减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我们 要先处理 这个 0.04 除0.2 所以5和加 我重复 超 然后0.04 除0.2 我们用calculator来 找出答案 所以 那个答案是0.2 5加0.2 5.2 完成 OK 现在我们来看D D 像这种呢 如果你要用心酸的话 可以把它变成假分数 不过我就直接按calculator啦 立方根 然后挂号 negative3 6 3.8 答案是 negative 3.2 或者是1.2 乘 呃 挂号里面 能处理吗 能 对吗 之前的影片我们学过了 对不对 先处理挂号里面 OK 所以这个 是6 6 减 8 挂号里面 减8 挂号里面 也就是 negative 2 挂号里面 也就是 4 OK 所以 negative 3.2 乘4 这里可以越减 所以最终答案是 negative 6 negative 3乘2 是6 OK 我们来 我直接 用calculator来按题目 看对不对啊 对了 答案是 negative 所以我也挑战你一下 像C和D这种题目呢 你直接用calculator 把题目按出来 然后看是不是你得到最终的答案 因为学会用calculator来按这种长的题目呢 也是很重要 OK 现在是你们尝试的时候了 如果能够心算呢 你就心算 因为这样能够巩固你对于平方平方根 立方和立方根的熟悉度 然后 心算了 过后 再用calculator来按题目 确认最终答案是对的 不过如果 像这种 1.5 guassadua呢 无法 直接心算 你就用calculator 没问题 好 请暂停影片 如果你已经尝试了A到I 老师非常开心 现在我们来揭晓答案 那这就是他的答案了 那记得啊 当我们立方或者是立方跟一个negative的号码 它的成果是negative的 之前我们也讲过了对不对 当我们在平方或者是立方这种negative的号码 挂号很重要对吗 不过如果题目没有挂号的话 你就不要手痒痒去加多一个挂号啊 题目没有挂号 就不要加挂号 耶 恭喜大家完成了综艺的第三课 我们一起继续加油 下一课我们再见 拜拜 那记得啊 立方和立方根呢 如果